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愛人物志 我是阿民 有苦的人走不出來 有福的人就要走進去 就像今天的特別來賓吳祐華師姐 就是慈濟的資深仿視志工 已經有25年經驗了 這張照片裡面他在這裡 這位就是吳祐華師姐 而身旁的這三位 一家三代 三代同堂的家庭 就是他從八八風災之後 關懷至今的個案 問他說 從你家高雄市區到住在那馬下這一家人 來回車程要多久 他說六個小時 但是累不累呢 他說不累 因為只有在路崩橋段的時候 他才沒辦法去關懷他們 要不然每個月 他一定會定期將愛與關懷送進去 為什麼問他如此堅持呢 他說因為他不忍眾生苦 更重要的是慈濟讓他徹底的改變 到底他如何在慈濟裡面脫胎換骨 吃苦聊苦呢 我們來看吳祐華師姐以及他 訪視團隊的故事 2009年摩拉克風災中 被列為重災區的高雄市大馬下 一直有著許多 期待幫助與關懷的人們 然而他們沒有被世間遺忘 刺激之功千里迢迢 從不間斷的溫暖 一股又一股的傳遞進 這美麗又破碎的山頂中 我們頭一生打來的時候 差不多要八九點鐘 因為那時候六麥嘛 現在差不多應該差不多 會不會四點多才能夠到達了 但是你看看個案的對照 因為看個案差不多 我們沒辦法去算時間 如果有問題還是什麼 我們往事的時間都不可以一定 我們就盡量看 他要坐上去坐好 你好喔 你好喔 你今天差點在咧 你好喔 你好 你好 好久沒有 這個地方真的很需要 我們去帶動他們 然後我們可以負責一個 就給一個 我那時候就是夏天傑先生 我來領好 他也覺得說明天跟我一起 他也做得很不錯 他們都逐漸在改善了 也有個案完全就是OK的 這個地方真的很需要 他能夠了 還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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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能夠 能夠出發 能夠平安 能夠幸福了 對 只足就好 對 對 這樣有學習就不錯 只足就好了 只足就好 有沒有聽到 只足就好 不況於需求 像眼前這些 雖然身處內境 仍然懷抱夢想的 生命心涯 就是他關注的焦點之一 有一個 來 這個就是戀恩 來來來 我們最乖的女孩 這個是我們謀幻生 誰叫做謀幻生 他叫翁戀恩 戀恩 戀恩 對 戀恩 對 他很乖 他阿嬤要吃藥的時候 他都照顧三個長時間 讓阿嬤吃藥 就是不會讓阿嬤忘記吃藥 阿嬤的信念是什麼 告訴師傅他們 以後要當醫生 他現在都欠錢喔 眼睛都欠起來喔 他以後要獨私用的喔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獎狀 這是成績單 阿這是試水表現優良的 對不對 師姑疼不疼你 疼 他之前來都來你們家幹嘛 關心 我和我外婆 我外婆 妳外婆啊 嗯 那妳那時候跟師傅說 妳要做什麼 醫生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可以 照顧很多病患 可以把病癒好 阿大義咧 工作 工作 他今天有工作 阿嬤說 我說今天要來呢 阿嬤怎麼沒有在家 阿去健庄嗎 就辦事情 媽媽還好齁 還好 還好齁 她就一直 媽媽轉到哪裡 她就跟到哪裡 我承開這個孩子身上 我也學習很多 真的 那個 這麼小就有那個 不會自私 阿那個心量 就那麼寬 尚人的宗主之中 就是說 要讓這個可愛 振作起來 然後把這一分愛 又再給別人 對踏入慈濟二十多年 從一開始 就投身於 仿式關懷的 吳佑華而言 從每個生命故事中 體會學習新的意義 是她修行路上 一個又一個 緣分與福報 而把愛傳下去 這樣的回饋 也體現在 另外一個故事中 因為我太太本身 她有一點 躁鬱症 那所以 有些小事情 往往會 容易生氣 慢慢的就是 吳佑姐跟我們互動 她也有了 瞭解一下 慈濟方面的一些 近思雨的一個 嗯 意義 所以慢慢慢慢的 就好像 衝突 就 無形中就減少了 因為那時候 我有發過一個願 就是說 其他路途大概 走不出來 還剩慈濟這個 這個團體 我們來試試看 那剛好 那個願力 可能被聽到了 吳佑姐也很用心 所以就開始參加了 實際一些活動 我覺得 我又能夠成就一個家庭 我特地是很高興的 我心裡是滿滿的 很豐滿 很豐滿 就是我的心裡很滿足 很富有 人事與人互動 是一堂永遠修不完的課程 就如同吳佑華所說的 圓滿了一個家庭 滿足了心中的感動 都是一顆顆甜美 又讓人挺不了的 小小成果 讓每個慈濟人 甘之如愚 敏濟心地 剛才看到我們的佑華師姐 和案家的女主人 擁抱在一起 真是讓我們覺得 慈濟人真的用生命 走路邊的生命 因為這個家庭 變成快樂 社會就減一個問題的家庭 今天一度到你來 真的感恩一路邊伴 你做主席做訪事 你的家庭 你的資深委員 我們的黃瑞甄師姐 感恩 看不出來今年七十歲了 感恩 還有你的訪事團隊 我們和氣訪事幹事 張秀文師兄 張秀文跟跟你來 還有做訪事 跟著家庭 我們的陳慧華師姐 感恩 做訪事其實 有人說很快樂 不過也有人說很辛苦 因為都看到人家庭 你用什麼心情做訪事 在這個訪事當中 給我學習很多很多 每個個案都是我學習的對象 我用一個想 永遠是誰不穩得 因為每個個案有一個想 所以我在這個個案當中 我心裡很富裕 只要我現在 只要我身邊有錢 我一定把它建設自己 好 我們以剛才壓平台面 看這兩個個案來說就好了 一個就是念恩 念恩跟她的外婆 跟她的阿母 你從幼稚園大班 你現在看她到小學了 四年了 譬如說四五年的時間 你白白了 你從這個家庭裡面看到了什麼 其實這個家庭裡面 我從這個個案當中 是她去定期那位 有的時候 她是精神很嚴重 優異很嚴重 我們就輸了 媽媽跟她們的互動 就叫我去她們的互動 這跟關心 我就看到這個 念恩他人 科室 然後差不多大班的孩子 她就 我會都嚇到媽媽的身邊 對著對著 然後我聊了以後就是 媽媽常常會想要自殺 這個孩子都要過到 阿嬤說到她 大家一起過到 不然讓她自殺 這樣子 在這個案當中 我學習到她 這個孩子 是我學習的對象 她關心的 關心外人 平安的關心 又比較體貼 她每一天就是 阿嬤有吃藥嗎 沒有三餐 聽得給她吃藥嗎 然後媽媽就去 關心媽媽有沒有怎麼樣 所以這個孩子 讓我們覺得 在她的陣子 讓我們還要更幼稚大 對 這個孝順 讓我們覺得很感動 了解 對 所以從這個小朋友的身上 你看到了 行善行下要及時 你看到她的孝順 也提醒自己 在付出的過程當中 不要忘了 對自己的長輩身旁的人關懷 就像我們的那個 你的小孩 貴華 你對於做仿事嘛 做十年 你在身旁一定學到很多的東西 也看到她的精神面 特別是毅力這個部分 你很佩服 我很佩服 阿嬤 因為 我哪 她只要她身體 她因為癌症過後 她很容易感冒 稍微就是累一點 或者是天氣稍微變化 她就會感冒 但是她不會推遲 她感冒照 點滴膽紋 她一樣照出方 像我們八八水災的時候就這樣 晚上回來大概七八點 她就去診所 掉點滴 掉了明天在 早上四點五 早上出發 那 對 小基學習你 阿仿事團隊的 我們的秀文師兄 則是學習到她的細心 對 怎麼說 因為我在接觸一個個案之中 因為我們反視個案 都是要靠智慧跟細心 對啊 因為我可能是男中 是比較初心吧 這樣喔 就是很多 那個案子很多 那個社會資源 並沒有託給我知道 就她已經有申請領到 其他社會資源了 對 又瓦斯姐跟我去看過幾次之後 就覺得事有機竅 我們有去跟她調查過後 真的是有這個事情 再一次威如之中 所以威如之中 我們都跟她講說 既然有這個社會資源之後 我們把這份資源給更需要的人 很簡單啊 為什麼我一開場說 優華師姐啊 真的在慈濟裡面脫胎換苦 吃苦療苦啊 因為她過去 近來慈濟這二十多年當中啊 遭逢了許多人生的變故啊 比方說她先生 紅多吉 多少 情緒慢 她自己呢 也有癌症耶 但是她並沒有因為病 而阻礙她做慈濟的熱情 反而更把握當下 怎麼說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一天早上 吳祐華一如往常 來到自家頂樓 前程禮佛 不過她今天 有個小小的請求 而且菩薩獎是說 我們9月15號要在那個電視堂 表演這個性感寶貝 就希望我們那一天能夠圓滿 所以我現在在這裡先比看看 我在家裡的時間比較長 行程都排慢慢的啦 有時候就會 家裡的事情是要做 比較分清楚就是我到家裡 我就不想我的個案 就是想我家裡的事情 我扮演了我家裡的好角色 也許我看個案看太多了 其實我肅病前後 我發現乳癌的時候 我第三天就這次開刀了 然後是家裡的每個成員都是 都很擔心啦 那我就配有醫生就是 那時候就是發一個驗 關世音菩薩不要讓我落頭髮 掉頭髮 吃了我就會趕快去做慈濟 那我發療 我發療三次就沒有發療了 就21天以後就到那個 一里七里一診 1998年 在一次熔懂見見中 吳又華發現自己 罹患了乳癌 就如同他平常鼓舞關懷戶一樣 只是這一次 換成他 自己激勵自己 面臨人生無常 他選擇了正向光明的那一條路 人生真的很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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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在那剎那 托寶寬 也滿我們全家的熔懂這樣子 孩子他們都很擔心我的身體 沒有我的懸崩就是這樣 所以我一定要去做 拿出我的毅力跟勇氣 這是我最堅持的一點 這是我做五行健康車 我還要用阿彌陀 阿彌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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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滿多地方不舒服 但是他還是會想要出去 就是 做什麼 但是 就太開心就好了 因為我們大家都希望他 以身體為主 身體沒有很好的話 就是也是要身體好 才能去服務大家 如果身體不好的話 就也是希望他身體好一點 再繼續服務 家人的支持 是走在慈激之夜上這一條路 最溫暖的力量 無論是歷經被倒燴 負債的困頓 還是病苦產生 正眼法師的法語 對吳宥華來說 就像是一股生命活水 在他心裡引領著 關關難過 關關過 這一天真的上雨舊的 上雨那一處 溫體的心根支禮 雖然是很少了 跟我們上雨 就讓我們開始也是 他絕對向我講話 就是說 心寬一寸 心胸開朗 退一步 就海闊天空 這樣子 這兩句話 都是 讓我一心用美金 這樣 就是常常用心比較寬的 情形 大家互動 分法慶互動 沒有法慶是 累生累世的 也是要動作自己的 就是互動的時候 疼他吸他 該跟他講 也是要跟他講 這樣子 讓他能夠真正的躲出來 對 我們在這裡 今天要乖 要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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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再過一陣子 把握盛開的 當下吧 是啊 要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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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把握當下 因為不知道無常先來 還是明天先到 影片前 我就有預告 其實你的人生 也是 漢漢漢漢漢 小時候 你出來很散 聽說 你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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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還是出來做些人 所以你在做仿事的時候 一定能夠 將心比心 很同理 因為你知道 沒有錢讀書 家裡沒錢 是多麼的辛苦 好不容易跟先生啊 共主家庭 肅甲越來越多 怎麼知道 逢多少錢 做千幾萬 千幾萬 幾年的事情 七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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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 生了一萬年 要三十年了 那時候千幾萬 很大年 所以你心門打不開了 整個人都 憂鬱症 師父開始 兩句話就 將你的心打開了 師父說要放下 還是說什麼 他說 你今天來的人 我送你兩句話 就是 心開一村 你的心胸開朗 替一波 可以看到天空 所以不要再想了 錢都放掉了 不要再想了 是嗎 對 這是那個因念 也許 跟師父友人 就那樣的計畫 就讓我塑壞 對吧 待人寬一村 愛人多一點 所以說 有什麼好價格 有什麼好比較 特別是你 自己年輕的時候 更要 珍惜 把握 對 我發現出來的時候 有一種做運動發現出來的時候 我就 把那個心理 就是打心 不好 其他我就交給醫生 我發現第三天就去開刀了 對 而且聽說你開完刀之後 沒多久 休養沒多久 我花了三次 回了 吃驗第二十一天 我就去印尼醫診了 印尼跟仁醫會去醫診喔 對 坐飛機要坐艦 對 那時候 那時候師兄也不讓我去 是我堅持要去 你為什麼那麼堅持要去 因為我覺得我要把握我的一年 人生非常的無常 像我那一次 就是 自己發電 兩三個月 比較減十身體而已 沒有什麼 回去竟然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人生非常的無常 我要好好的把握 有苦的人走不出來 有福的人 我們就走進去 我們可以請我們的 啟發師兄 我們的神啟發師兄 也是我們的仿視團隊 今天你要說的這個國安 他剛才說的國際贈災 現在他雖然沒辦法出國 做國際贈災 不久了 他關懷了一位 從巴基斯坦來台灣 做生意的 一個生病的人 你在這裡 齁 齁 你以為要通英文 所以你可以跟他們交通 師姐怎麼樣跟這個生病的人 互動呢 其實 師姐過去 他剛才有說 他是重症患者 他外的嘛 所以 他看到這個重症患者 他也可以 窘心逼心 用同理心來看 這些患者 患者在想什麼 他大概 怎麼可以了解什麼 心不怕 對 所以說他的心 完全都是用愛心 用這關懷的心 來看 我們關懷的這些個案 所以後來我們把他 他順利的請他的親戚 來把他接回巴基斯坦 我們是誰知他機票 順利的回到巴基斯坦 這樣子 所以無緣無故的人 但是就有因緣 在寶島台灣接到了緣 對 師姐真的很用心耶 他每個個案都有寫一本 今天只帶這幾本 因為從高雄來也蠻重的 我們不忍心讓他帶太多 他把每一個個案都做成一本 有照片有文字的輔助的檔案 讓你更了解 更記得每一個案家的故事 不僅做仿視 其實喔 我們的這個 樹方師姐又說喔 他是 帶動活動的開心國 長青老人活動中心 你們多久去一次啊 每個月一次 每個月去一趟長青老人活動中心帶動 那都移植齊喔 對 移植齊 他是開心國 開心國 他很活潑喔 這樣喔 我只要看他這樣喔 我看他很活潑沒有錯啊 他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讓大家沒有他不行啊 一次沒去 阿公阿嬤會說 有多少人還沒來 是怎樣才沒來 這樣 對 還要求說 你不要一句話來一遍啦 還接來的啦 所以他們每個月 至少要去一趟納馬下 關懷那裡的十個我們慈激關懷的個案 每個月都要去長青老人活動中心 關懷那些老人家 對 老人家都很喜歡他 剛好母親啊 真的帶得好啦 你真的帶得好 是他的用心 他的用心 你看他現在這個走過那些風雨喔 不管家裡的經濟發生的困難 他自己的身體狀況啊 不舒服 但是他都是歡喜新作 對 我看在眼裡 真的是非常的盡心盡力 而且也用心 是上人的好弟子 也希望他生真世世 都是我們的菩薩道理 OK 生真世世都在菩提宗喔 對 你行作威婉 各位圓滿榮董 也曾經是慈激基督學院的義勒媽媽 但是因為八八風災之後 仿式的工作太平凡了喔 只要捨痛啊忍痛 沒辦法每個月去花蓮 未來 有可能明年會再擠 喔 跟你兄弟啦 你自己這樣走過生死交關 有沒有什麼話要提醒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我希望第一點就是在這個風氣當中 我現在在這裡能夠有機會在這個大一台 我希望黃氏這個七塊大家不能怕 因為你進來這裡你會更資質 人生會更彩色 真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功能 只要我們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功能 只要你不用怕用心去發揮你的功能 會讓這個社會更彩色 OK 人生更快樂 家庭更美滿生活 好 聽你的話真的感恩 因為你真的 將你的故事的重點說出來 真的緩緩的功能 只有緩緩的功能 雖然我們切獨不得多 但是我們又有道理 什麼道理呢 是有說的呼喚 我們把他生活化了 對 所以我要祝好大家喔 真的是 願要大 自要堅 心要細 氣要柔 就可以像你這樣 越做越進步 那也要祝好你了 好 做實際 越做越歡天喜地 腳踏實地 幸福快樂 無地比 感恩喔 感恩我們所有的高雄的菩薩 感恩 祝好大家 祝好平安 待會兒 待會兒